歡迎大家回來金融人看世界 一個講人話 沒有廢話的金融頻道 這個頻道成為目的 是希望幫助大家提升在金融世界的投資活報 人只能夠賺取認知以內的錢 想賺多一點的唯一方法 就是不斷擴大你的認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間有炒開港股 都沒有人會不認識的公司 這間就是三百八港交所 三百八港交所 大家都知道其實在市升的時候 它可以升到飛天 但其實市跌的時候 它一樣是可以跌到一波一波的 其實到底整個市場是怎樣去做評價 怎樣去給估值 其實它的評價模式是非常容易去計算的 只要你知道的話 其實每一年你都大概可以知道 在哪些價格區間是比較偏貴的 而哪些價格區間反過來是偏便宜的 那你就可以透過每一年 其實你可能只不過是透過做一次 一至兩次的交易 然後坐一個 trend 在它便宜的時候買入 高的時候去到沽出的話 其實一年你如果不貪心的話 我測試它30-40%的回復的話 其實在港交所來說是非常容易的 我今天就會將整個評價模式 去到公開給大家知道 我們就先看一看畫面 其實在畫面上你可以看到港交所在去年一年的股價圖 其實你看到去年其實全年都表現得不差 最高位的時候它也做過570-40% 到了今年的2月份開始 就突然打了下來 到底為什麼它突然突然突然打了下來呢? 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市場差 為什麼差? 因為中國打互聯網企業 以及內房債務爆破 但是其實你想想一層 其實中國打互聯網企業不是今年2月份才開始打的 其實一直是循環地打的 互聯網企業的估值一直都已經向下修正 以及你說內房債務爆破 更加不合理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恆大那些高槓桿的內房企業 其實它資金鏈可以出問題 已經在去年很早期的時候 就已經在市場上知道了 為什麼在去年這些公司已經向下修正估值的時候 其實但是廣交所依然如此堅挺呢? 但是到了今年2月份突然一下打了下來 現在只剩下300多元 只要你知道整個價值模式的邏輯的話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它現在只剩下300多元 OK? 我們循例先要看一看年報 其實廣交所的年報是非常容易看的 你很多雜不甘的數字 你根本上完全不用理會 廣交所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什麼呢? 就是很簡單 就是什麼呢? 這裡它也誇張了 聯交所的股本證券產品平均每日成交金額 以及衍生權證牛紅證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額 其實廣交所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從它每日成交金額中抽取部分的佣金出來 這就是它的收入 譬如你今天如果投資了100萬的成交金額的話 其實有部分的成本就會落去給廣交所 因為你會有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部分就是廣交所收入的來源 OK? 當然它其實除了每日成交金額的部分之外 它也還有其他收入來源 包括什麼呢? 包括IPO上市 如果越多公司透過IPO然後在香港掛牌的話 集資金額越多 廣交所的佣金收入又會增加 還有另外LME 倫敦金屬交易所其實是被廣交所收購了 在LME裡面的佣金收入 也可能有一部分會計算入廣交所 但是 最主要 其實我們是 如果IPO和LME那邊 因為為簡便起見 我們就 在評判模式裡面 我們就不計算這麼多 為什麼呢? 其實最簡單 如果我們要推論得太複雜的話 我們不是IBANK 我們不是有Analyst的團隊 所以其實它一些小的收入的話 我們就不理會這麼多 但是 大家都知道其實廣交所最主要的收入 其實就是由每天開始的成交金額去到計算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最主要要考慮 就是它每天的成交金額就可以了 我們先記住這一點 OK? 好了 我們就轉一轉畫面 其實它在過往幾年的數據 我已經是跟大家做了功課做出來 我就會用很快速的時間 跟大家進行一次 它整個評判模式的方法 應該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OK? 先進行一下那些項目 股價高、股價低 就是過往5年的最高股價 以及過往5年 每一年最低的股價 然後我也將每股盈利 我們先從每股盈利去看 每股盈利就是反映了它到底這間公司的賺錢能力是如何 從2017年開始看起 就是2017年每股盈利是6元 然後2018年是7.5元 2019年是7.49元 2018年是2019年全年相比同比是沒有什麼增長 但是到了2020年、2021年 又開始重新引擎 你看到它每股盈利上回9.11和9.91 是不是? 然後它每年都有派息 那麼 當你兩個數相除一除之後 你就會知道 原來它的派息比率 每年都是差不多的 大概有90%的錢 它都會派給股東 就是作為股息的 就是你覺得有些跟某一類型的公司有些相似呢? 就是REIT 就是房產信託基金 領展、智庫等 它們規定了每一年 你盈利的最少90% 你也是要派給股東 是不是? 其實廣交所 廣交所雖然不是規定 但是它們一貫的邏輯都是這樣的 就是 因為其實它這間公司 它不需要去保留太多的資金 去發展什麼新業務之類的 因為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平台 平台 它是一個壟斷型的平台 因為你在香港找不到另一間廣交所 是不是? 它是唯一法定的交易所 但是對於它來說 它保留資金 我需不需要保留資金 要買很多設備 蓋很多樓 蓋很多廠房 其實它根本上是不需要的 所以其實它每年只需要保留10%的純利的話 它已經夠了它的發展之用 所以它就會將大部分90% 接近90%的盈利 它是派出來的 既然它每年的派息比率這麼穩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從它的股息率方面 去做一個評價呢?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基本了解的話 其實對於大部分的REITS 只要它派息穩定的公司 或者一些公用股來說的話 大部分市場上它的評價模式 都是用它的股息率的 譬如如果一間公司 譬如好像 我假設 譬如中電 如果中電的股價炒了上去 然後股息率只剩下2厘 大家都知道其實它那個現價去買的吸引力 就相對比較低了 因為股價高 所以股息率就壓下來了 是不是? 假如如果它2厘的時候 你真的買中電的話 你現在美國十年期國債都2厘半 我買來中電還少過債券 那時候就叫做過價值了 但是如果它的價格跌下來 如果是去到4厘5厘的 這個息率就有吸引力 是不是? 你息率永遠與股價是反比的 股價越貴的時候 你相比派息的股息率就會越低 相反 股價越低的時候 它同樣派這麼多息的話 它的股息率就會相對越高 原來港交所 既然每一年派息比率都是這麼穩定的時候 我們只要知道它每股盈利 我們預計到它下年大概的每股盈利是多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順手預計到它下年每股派息是多少 我們就可以用它每股派息這個穩定的數字 然後去到知道它現在到底是過價還是下價了 明白嗎? 我們從股息率方面去看看它 如果過往5年的平均值的話 你會否發覺還是有一個共通點 起碼在20年之前 它的共通點是比較明確的 股息率一般全年處於比較高的位置的時候 你看到它是3厘 3厘多 3厘 2020年去到4厘 但是比較低的話 一般就是大概2厘 2厘19 2厘36 2厘17 看到其實它平均來說比較低的股息率 就是2厘多 而比較高的股息率就是去到3厘多 那麼 到了2021年之後邏輯就有少許改變 因為你看它的股息率高 高股息率的時候只剩下2厘 低股息率就去到1.5厘 那麼個人的少許見解 因為其實 在2021年的時候 美國人放水真的放得比較厲害 以及在去年的年頭至年中的話 其實整個市場都比較刺激 所以它全年的平均股息 它頂高了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我們因為去到 如果是做一個評價的話 我們不可以只是拿它一年的數據 因為今年和明年的變化 也可以是比較大的 去年放水而已 今年如果收水收得很厲害 那怎麼辦 所以 我們最好就是 為什麼我拉回五年平均的數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過往五年來說 從2017年開始到2021年 整個市場都有經歷過一些上升 大家如果有一點記憶的話 你也記得 2017年其實市場是非常好 因為貨幣也是處於比較寬鬆的狀態 但2018年的時候 J. Powell開始收水 曾經收過水 然後又開始打貿易戰之類 然後2020年疫情之後 又開始狂放水 其實在不同的 因為過往五年 我們也橫跨了不同的貨幣周期 加上市場的上升和下降 所以我們其實 如果是保守起計的話 我們用過往五年的平均值 就會好一點 那我就幫大家 將它過往五年的平均值 股息率如果比較高的話 就是3.1%左右 股息率高的情況 就是股價比較偏便宜的位置 而股息率低的位置 大概兩厘左右 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股息率 只剩下兩厘左右 它可能 就開始處於一個比較偏貴的位置 明白嗎? 好了 我們如果要 我們只知道股息率的話 如果它公佈了全年業績 我們就知道股息率而已 但問題是 我怎麼知道它下年每股盈利是多少 又或者它下年派 因為我們不知道每股盈利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它派多少息 是不是? 它每股盈利 其實一樣是可以有數得計的 就是它下年到底 你預計它大概賺多少錢的話 你就可以看看 大家看 我下面這幾個格子 我也是幫你去找 它過往五年 它每日平均成交金額的數量 每日的平均數 這些你在年報可以看到 我們先看看 2017年的時候 882億 每日平均 100年就上升到1074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100年 它的平均價格區間 它是高於17年 看到嗎? 但是在19年的時候 就啪一下市差 市淡的時候 它又跌下去 每日平均的成交金額 就去到872億 你看到它全年價格浮動的區間 又比起18年 又低了 就是高位又低了 低位也是比較靠近 靠近18年的低位 其實範圍是再縮窄了 而高位也是低了 然後你再看 到了2020年的時候 成交金額開始上升 一上升 你看到股價高位跳上去 是不是? 然後在2021年 美國人大放水的時候 更厲害 因為每日平均成交金額 就1,667億 所以相比起之前 就再升了一大截 你看到它股價高位 就去到585元 是不是? 既然我們會知道 大概知道了 它每日成交金額的時候 我們可以計算它 在歷年來說 其實這個成交金額 與它到最後真正賺的錢 的correlation 是什麼呢?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其實它的成交金額越高 它的收入就會越高 相反如果成交金額越低 收入就會越低 但是高就高成怎樣 低就低成怎樣呢? 中間會不會有一個關鍵的係數呢? 就是平均你每1,000億的收入裡面 有多少呢? 就會落到你的純利 其實我們都是可以計算的 是不是? 你看看這裡 就是如果用2017年做例子 平均每日882億成交的話 它全年的純利會是74億 然後2018年就是平均每日成交 今天1074億的話 全年純利是93億 然後你只要將這兩個數目 相除一除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原來 平均來說 這裡它的純利率就是8% 這裡就是10% 這裡也是8% 這裡是7%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我也是比較接近 其實它有一個範疇的 每日的成交金額 它大概就是0.08-0.1左右 中間0.08-0.1左右 就會去到最後全年的純利 它的波動不會很大 你明白嗎? 所以就是因為它本身的業務 那個簡單性 就是因為你每日成交 然後你一部分就抽出來 所以其實你就算明年也是這樣 就是後年也是這樣 你明白嗎? 所以其實它的correlation是比較高的 同樣道理 我們拉回平均值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每日的成交金額 你只要把它乘回0.09 就是乘回9%左右 大概就是它全年的純利 好了 當我們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們就知道 只要我們知道它每日的平均成交金額是多少 乘回0.09 我們就可以得出這個每股盈利 而每股盈利的90% 它又用來派息 是不是? 又用來派息 派完息之後 我們大概預測到它每股派息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如果相比起 現在這個股價來說 它的派息率是屬於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即是股息率是屬於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還是比較低的水平 明白嗎? 大家可以看看藍色這裡 其實我已經是 藍色這裡的話 其實就是大概用股息率去做評價的模式 我們如果知道它每日的成交金額 乘回0.09 為什麼乘回0.09 乘回0.09 就是我計算它大概全年順利是多少 全年順利是多少 然後全年順利的90% 它是拿出來派息的 是不是? 所以每日成交金額 乘回0.09 知道它全年順利 估計它的全年順利 然後乘回0.9 就知道它是下年這個派息的金額 有多少拿出來派息的 我們除回總化行股數 除回總化行股數 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了每股的 每股的派息是多少 是不是? 前面就是它派息的總金額 除回總化行股數的話 就是每股派息 然後將每股的派息 除回0.02 至到0.031 這一個就會得出了它的價格區間 合理價格區間 那麼我們怎麼 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知道它每日成交是多少 怎麼預測它 其實廣交所你去到它的網站的話 我們開一開 廣交所你只要在Google搜尋 港股每月成交金額的話 就會彈出來這裡 這個畫面 你看到它第一行已經寫了 2022年2月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額是1,304億 就比上月1,286億上升1% 首先第一件事 每一天的成交金額 包括今天收了股市的時候的成交金額 你一上AA stock也會看到 是不是? 你會知道譬如 如果上個月是1,300億的話 今天突然去到1,600億 明天是1,800億 你是不是可以預計到3月份又會比較高 全年的數目就會一直向上 但是 我們先作簡單 我們用它每月平均的數目來看 2月份1,304億 1月份是1,286億 你見不見到 如果剛才這裡我已經整理了數據 看到它去年全年是1,600多億 去年全年平均是1,600多億的時候 今年1月1,200多億 2月1,300多億的時候 就是倒退了 跌下來 跌下來的話 股價是否正常 市場給它的評價 今年全年盈利和全年派息的估計 都會向下修正 向下修正 股價就倒下來了 明白嗎 整個理解是怎樣 所以呢 你也可以再看看 我們可以再看看 我們再看看 我們再看看 你也可以再看看 其實我們如果用2021年9月的數據去看 讓它拌一拌 看不見到它呢 這裡 首9個月的每日平均成交金額是1,800多億 就是頭三個月都做得很好 你知道它頭三個月是1,800多億 但是到最後埋單是1,600多億 即是Q4開始倒退了 是不是 Q4開始倒退 然後再到今年的Q1 再倒退更多 而且應該是今年Q1的成交金額 是下降得更厲害 所以你看到它那個 所以你看到它那個 今年Q1開始突然一下 整個股價向下修正了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先保守一點去到計數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 它今年頭兩個月 平均就是1,300多億和1,286億 即現在平均1,300多億 平均1,300多億 假設我推論它全年 我都照當它是每月平均就是1,300億 好嗎 因為你沒有人會知道 第二季第三季到底市是好還是不好 我唯有用以發生的東西去預測它全年 現在暫時來說 就是頭兩個月都是1,300億左右 我用1,300億去做它全年的平均 全年的每日平均成交金額 我們看看剛才的表 下面一個展示我做了給大家 就是藍色這裡 1,300億就是我預測它今年 每年平均的每日成交金額 這是暫時存在的數字 然後乘回0.09 就是它全年順利的預測 乘回0.9 就是它全年派息的數量 然後除回12.68 12.68是什麼呢? 就是12.68億股 這個都是1,300億 我們全部都是億 除回它總放行股數 就是現在的12.68億股 是總放行股數 然後我們就把它除回 它過往的股息率高低 如果是股息率低的情況就是0.02 股息率高的就是0.031 就可以得出價格的範圍 就是由267.9至415.2 現價是多少? 現價我們看看剛才那裡 現價是 今天是358.4 如果你是用回這個估值模型的話 看到358.4 其實就是靠在這裡中間 明白為什麼它現在值300多元 而且350多元 它也是在這邊的一個中間位置 是不是? 因為現在市場存在發生的 就是它平均13億左右成交 我如果用回這個股息率的區間 去到合理值的時候 現在值300多元就是這裡的中位數 明白嗎?說什麼? 我們還有一樣東西 都可以幫忙 除了股息率之外 都可以幫忙去計算合理股值 就是什麼? 就是用它的PE 因為我們有以上的數據 有股價的高低位和每股盈利 我們也可以知道 大家相除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 過往幾年平均它的PE 比較便宜和比較貴的區間是什麼? 你可以看回 其實初四年 17181920 初四年來講 它都是去到40倍PE左右到頂 是不是? 而它低下降 就是20幾至30左右 就是它的低下降 然後 也是同樣情況 因為2021年整個股值頂了上去 全年平均都頂了上去 因為美國人放水 所以相對比較高 但是一樣 我們也是用它的平均值 剛才解釋過 因為過往五年有上升和下降 如果我們用平均值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點 我們就可以得出 原來它平均 那五年平均到30倍 就是比較偏便宜的股價 而去到44倍 就可能開始偏貴 是不是? 當我們知道這個PE之後 我們也可以用第二條的方法 這個很簡單 就是什麼? 就是黃色這個格子 每天平均的成交 剛才說過 乘回0.09 這個平均值 是不是就是它全年順利 估計的全年順利? 一個約數 我們不能夠正確的 是不是? 一個約數 起碼我們心裡有一個參考 每天成交乘回0.09 就是它全年順利 然後全年順利的時候 因為它的PE range是30倍至45倍 我們就把它乘回30 或者乘回45倍 然後就是它變成它的合理市值區間 除它總法行股數 就是合理股價 我們剛才也說過 用了13億 暫時來說是13億成交 我也是用13億來做一個展示 13乘0.09 就是預計它全年順利 然後我們將它乘回30倍PE 或者乘回45倍PE 然後除回總法行股數的話 得出來的價格區間就是276.8至415.2 415.2也是跟股息率一樣的 也是跟股息率一樣的 但是其實兩條方式是同一個方式 是一樣的 因為你給每股盈利的數 或者我們前面的參數全部都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到決定 你覺得誰比較容易理解 你就用誰去到計算 明白嗎? 所以 現在暫時的合理值 就是由200多至400多元 它現在在賣300多元 你就知道它為什麼在賣300多元 但是 是不是一定全年一定是在這個區間 不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唯一一個變數在哪裡呢? 就是它這個每日成交金額 每日成交金額 每日成交金額是受什麼去主宰的 受整個市況去主宰 整個市況受什麼主宰 就真的很多東西去主宰 可以是政治因素 可以是貨幣政策 可以是 你現在知道美國人收水 其實整個股市的表現開始差了 但是你會不會 我們不會知道 會不會突然間中國政府反而掉下來放水呢? 因為中國政府收了水收了很久 今年其實經濟比較激 如果中國政府放水的時候 其實對港股也是有利好的 如果對港股有利好 北水開始越來越多下來的時候 那就每日成交金額會提升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我們現在就叫做暫時用13億 但是你也要根據市況 如果你可以看到每日 現在市況開始升上 接著每日成交金額 開始彭彭彭彭向上 15億、18億 你這個就可以拉回平均值 拉回高一點 因為成條方法來說 如果由13億變成15億的話 成條數 那個範圍就會多了十幾個百分比 是不是? 因為13至15億升十幾個百分比的時候 成條數到最後剩下 都是會升 那個範圍就會向上移十幾個百分比 但是同樣地 如果今年的市場很差 股災 然後很安靜 沒有人去到成交的話 而可能13億也頂不住 13億也頂不住 就開始向下修正 明白嗎? 我們看看 例如你用今天的成交是多少 我都沒有看今天 今天來到這裡 今天也是13億 1342億 就是 剛剛 讓它動一動 它不動 我按出去 今天1342億 所以 你 如果是看回我剛剛這個評價 暫時來說的話 你用13億也是合理 所以現在300多元的話 這些位置就有一點雞肋 其實你看回它早前 它曾經放過比較低的位置 因為現在反彈了 其實最低的位置 是300多元 300頭而已 如果你回到300頭的話 相比之下 比較貼近這個 比較貼近這個樓盤 因為這個樓盤是270多 距離300元 它如果還是跌到300多元的話 為什麼那時候又一下子又見底 你就知道 因為它開始貼近樓盤 明白嗎? 所以 其實 最關鍵一個點 大家只不過是 你知道這兩條方法之後 你只需要調整的 你暫時只需要調整就是調整最頭偷的數 到底現在是平均每天13億成交 還是我們要將它調升到14億、15億這樣 然後你就會知道它的價格區間 怎麼為之是一個過價 怎麼為之下價 如果它是處於一個低階段 開始接近它估值的下限的時候 接近估值下限的時候 你就知道現在入場 去到買入的直博率開始高 反過來就是你的市場會瘋 如果是13億左右的成交 但問題是它反彈 反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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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升穿415元 可能去到403、404、405 你就知道其實 除非它之後的成交真的繼續推上去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你也保持13億成交的話 但是它的股價是去到440、450元的話 你就知道其實這些位置是超過價 你在之前買了的貨 在那些位置你就可以開始考慮去成糊 明白嗎? 你也反過來 你不要給市場一個超過激的感覺 然後去到440多元 然後我去追它 我去全入它 你在一個它超出了它最高的位置 偏貴的股值的時候 你去追它 到最後跌了三成 到時候 你又不知為什麼 不幸運了 聽了誰財演說 又說廣交所上網 1,000元、2,000元 到時候就是傻子 明白嗎? 所以 記住關鍵是 你要知道它的合理股值區間在哪裡 你就可以好好去制定你自己的交易策略 你起碼心中有個譜 現在是不是屬於便宜? 現在是不是屬於貴? 那你就不會去做錯一個行動 你不會是很貴的時候 就是全入買 然後很便宜的時候 走去沽清它 明白嗎? 你起碼方向先不要錯 OK? 希望今集這個視頻和我做的數據統計 這些研究可以幫到大家 用一條很簡單的方法 你就大概會知道廣交所應該如何去炒 如何去 何時買入 何時賣出 其實我這些數字和這些研究 坦白說 你如果走出去 走去報告別人的班 你去給幾筆東西 走去報告別人的班 別人都是教你這些 為什麼我會覺得 我會想分享出來 因為 因為我覺得 賺錢 其實不用賺這些錢 因為 很簡單 其實這些是很簡單的理想 如果反過來 我可以增加價值給大家 我都應該在其他地方增加 因為就算你會計算這個數字 也不代表你保證一定可以賺錢 而且這些數字其實是 只要你聽完我說之後 你回去再上幾萬元的課 然後所謂的大師 他都是教你這些 甚至乎有些是連這些都不教你 所以 我希望我這個視頻裡面 可以產出一些 真的多一點的 用途的資訊給大家 大家如果是 喜歡我的內容 或者覺得是有所得著的話 我都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點個讚 也都是可以分享這段影片 或者教這些評價模式 給更多的朋友 因為市場是很大的 市場不會是你賺了錢之後 我沒得賺的 其實市場可以一起去增量 只要我們投資的 那種成熟的程度 以及理性的程度 越來越高的時候 我們的勝率也可以越來越高 一起去鬧市場的錢 而不是大家互相去猜疑猜忌 所以也歡迎你去分享 你儘管去分享這個評價模式 去給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你分享這條連結給你身邊的朋友 我也是非常歡迎的 那麼 是的 今集內容先講到這麼多 希望大家 喜歡我的內容 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下方留言 你告訴我 或者如果你們是對於這些評價模式 有更多的想法 或者疑問也好 或者有些師兄師姐 你們有更好的方法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的觀眾一起去分享 或者你教我回頭 大家一起分享的過程 交流過程是好事 是不是? 就可以讓更多的觀眾有一個 知識方面 認知方面的提升 我們下次再見 今集內容先講到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